四万余尘不隔尘 连尘埃都不隔 因为就在一念心中 修将迷雾自苏轻 不要将你现在的烦恼当作与佛有隔 现在有烦恼是因为迷 迷跟雾 雾就是圣人 这样子两者之间没有真正的远离 自苏轻 自重在苏 很苏 跟迪拉很远 不要这样想 大乘佛法 你就是与佛在一起 刹那念尽恒沙佛 你怎么可能念尽恒沙佛呢 因为这句佛号具足一切万德庄严 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能够带领我们往生极乐 往生极乐了之后呢 能够阿弥陀治不退转 不退转呢 只了成佛 那么一成佛了 十方诸佛佛佛到同 十方诸佛同正子心 同慧慈离 所以你能够正入 念句阿弥陀佛能够误入恒沙诸佛的心性 便是莲花果理人 刹那能够这样 这样子用这一念心来念 你呢 这一念心念念念佛 念念即是什么 果地上在往生的果的那个极乐世界 便是莲花果理人 我常讲这叫果地的念佛 果上的念佛 不是果地 果上的念佛 你这句佛号念着 你已经在极乐世界了 便是莲花果理人 不过还是要努力用功 不是在阴上等待 就念念念念念 念着念着 你身心就进入了 沉浸在这个极乐世界的境界中 毫不怀疑 那么合成佛佛佛啊 摘金吉于七宝元陵 合成 合就是向于这个 合的向他 跟他合合 就是什么 沉是尘埃 也就是六成 外在境界 外在境界 你跟他连着 你就是执着外在境界 是这样 就合成 那就背诀 你一执着外在境界 你内在的觉悟就被你违背了 这个时候呢 明明是七宝元陵 七宝所成 金 银 流里 车渠 玛瑙 山户 琥珀 这一类 这一类书成了什么呢 极乐世界的种种的境界 结果呢 现在把荆棘栽进来 荆棘就是野草 带着刺的野草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决性当中增加了尘埃 但尘埃不是真的 会日能消除 那么呢 如果你能够舍妄归真 妄念 舍掉这些烦恼 烦恼把它舍掉 有烦恼有烦恼 你知道很难过 就会担保加倍 那么呢 归于真 真就是这一念 真性佛性 那么呢 列诸往于四身门户 这个时候啊 我虽然呢 流转六道 利益众生 那么呢 我那个珠王 珠王是什么呢 珠 那个天地四 第四天的那个珠王 梵天 梵天王的珠王 他说 他没有太阳 他是用那个珠 珠子在网上面放光 那么 他的国度就会发亮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个 我们的佛性 我们的光明佛性呢 在这个六道轮回当中呢 也不会泯灭了 也不会被他掩藏掉 这个时候 纵横万法圆轨一心 纵横万法 纵直的横向 就是来来去去 进进出出 那么呢 这个这个这个 在这个种种的什么呢 乘劳当中 瞧把乘劳为佛式 善知方便度众生 嗯 这样子呢 这个 在万法当中 原来都是这一念什么 这一念 阿弥陀佛 能念佛的这一念决心 觉悟之心 非施量处 原果是 这不是你能施量的 为什么啊 因为那个佛性之体 我们没见过 但它在我们心中 是不施意境 就是非施量处 施量即错 你能施量的都是你凡夫的境界啊 对不对 那施量一定错 那是误入 阿弥陀佛 坐断六根 无造作死 清太故乡 狐敦八吉 阿弥陀佛 这句佛号现前 能够让你坐断什么 坐断六根的攀缘境界 乃至于六根所应对的这六层境界 通通通在这句佛号当中消融掉 消融掉 消融掉是什么意思啊 这次打佛妻的时候啊 有人啊 这个 我们 道喜长老也好 或者儒冠法师也好 再打 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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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没有进去 他一直在那个门口 他飘来飘去 一下他还知道在哪里在哪里 然后佛号一结束 他就回来了 我跟他讲说 那个都是你过去的姻缘 不要太当真 不过还是要增强你的信任之心 他是很近 他并没有什么颠倒 我说就不要对人家讲 对人家讲 你没有信心的说 你也疯了 有点信心的人想要求你那个境界 那都是过去的姻缘 那么了解这样 这就是什么呢 所谓的坐断六根 当然他不是那个境界 但是真正在念佛的人 他念着念着念着 他就坐着念 讲是讲坐 坐是指的什么呢 将他断掉的意思 那么你可以坐着 你也可以站着 再念念念 这六根所对的境界 当下是清净的 剔透的 念佛可以这样 就是跟这个可以这样 所以这没有照做之识 他不用照做 我们面对的境界都是照做的 是不是这样 好坏啊 吃啊 穿啊 都是贪爱的嘛 这就是照做 但正在这样断六根的时候 他念得非常好的时候 所见的境界 广青老和尚就是这样子 三个月当中 处处遇境界都是欧弥陀佛 什么都欧弥陀佛 遇的人讲话也是欧弥陀佛 他能跟你讲话 他看的人跟你讲话 他讲正常的话 句句都是欧弥陀佛 那四一心的境界就是这样 所以没有照做 那是清太故乡 无照做的清太故乡 无照做什么叫清太 什么叫故乡 你本来有的 什么叫清太 没有染污 什么叫泰 没有烦恼 无染污 无烦恼 的本然的境界 清太故乡 恒吞八级破群昏如稿日里天 辽众病如善见神妖 恒吞八级什么意思 八级的八个方向 八个方向 东西南北 东南西北 西南西北 意思是这样 那么这八级 为什么叫恒吞呢 因为都在这一心中 念头到哪 你就看到哪 你六根都被你做断了 心在哪 你就看到了 所以八方境界 不出一心 念头给这样 那是四一心 误入礼一心的前方便 还不是礼一心 那是误入礼一心的前方便 就能这样 那么破群昏如稿日里天 这里就已经礼一心了 已经礼一心 到这里来就礼一心 恒吞八级 还只是前方便 到能破群昏如稿日里天 你什么意思 那些无名 本来有的无名 自然消融 消融之后就像什么样 你不用动脑筋 你不用用力去治疗它 不用 那句佛号 懒懒献前 不懂的都懂 烦恼性的自然消融掉 这个不是取代 是真正得智慧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业病 业障病 暴障病 烦恼障病 业障 暴障 烦恼障 这三障 三障之病 统统当下抖落 这所以说 疗众病 像善见神 善见神是 天龙八部的那个八部 当中一种 一种专门管药物的神 是这样的 善见神 善见神药 很好 所以云 一称欧异佛佛名号 能灭 听清楚 提起来 能灭八万劫 一劫 经上说的 就是无量寿经 八万一劫生死 中了 一句佛号提得起来 你都什么都不怕 提起来 告诉自己 提起来 常常提醒自己 那么呢 利益如是 他总说了 你看这么大的利益 譬如言说 此可疾乎也 就 起辟欲言说 哪是我这个比喻啊 跟用嘴巴讲 能够讲的 讲得到的 只如寂静 细念第三十佛事 且到现前众等 同身相应一句 大家呀 一句佛号相应 如何指成 到底这句佛号相应 是怎么个相应法呀 原来是这样相应 一重佛像舌根念 不觉花水足底 生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